以订单为引 记录了整个书店30年的发展历史 那么这里头的订单有三处出现 一处呢就在书籍处 是光源美术书店 第二代经营者吕崇华 十年间画的近万张的订单 挑选出了一千多张 书的第三部分如是我画 是按照情绪分了13部分 记录书店的一家人 如果严格的说它不是一本书 正常的我们翻阅的时候 它是以文字为主的一本书 然后在书籍处它是有五本小书 打开统字页是以图片记录为主的一本书 如果按这样说的话 这本书实际上是六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统字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统字页